早上小妹以溫水中的信仰 來作為我們互相的勉勵 溫水呢 以我們的生活的經驗來說 讓我們的感受是好的 是舒服的 就像很多的弟兄姊妹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 會喝一杯溫水 讓自己的胃腸暖一暖 讓這個早上感覺這個身體是舒服的 也有弟兄姊妹喜歡洗溫水澡 讓身體得到一個壓力的釋放 增進身體舒適的感覺 所以以我們的生活經驗來講 溫水給我們的感受是好的 是舒服的 但是在溫水中的信仰 對我們的信仰來說 是不是也是一樣是好的 對我們有幫助的呢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查考這個主題 我們先一起來看啟示錄的第三章 我們一起來看啟示錄的第三章 啟示錄第三章 我們來看第14節 啟示錄第三章 我們一起來看第14節 祢要寫信給老底家教會的使者 這一句 經節裡面告訴我們 你要寫信給老底家教會的使者 那這個祢是指的誰呢 這個祢指的就是 約翰 約翰 他在 巴摩海島上面呢 在那裡 他 度過了一段時間 也就是在他老年的時候 大約90歲左右 他被當時的羅馬皇帝 叫做 豆米仙 或者是翻譯為多米仙的一個羅馬皇帝 受到皇帝的迫害 將他放逐到一個無人的海島 叫做 巴摩島 上 但是呢 這個 巴摩海島 雖然是一個 無人的海島 當然約翰在那個地方 也是相當的辛苦 因為沒有人 也沒有人供給他 生活上的需要 對一個老人家來說 是相當的辛苦 但是呢 也在這段時間 主耶穌 讓他看到了許多的意象 也透過約翰 將他所看見 所聽見的寫下來 告訴 當時的 七間教會的信徒 當然也留到 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世代 讓我們從請示錄的記錄當中 都能夠明白 主耶穌藉著約翰所寫下來的這些預言 對我們有一些非常大的一個啟示 以及幫助 那老底加教會 就是 當時羅馬 這個亞西亞省的 其中的 一間教會 也就是約翰寫給七間教會 當中的其中一間 我們看到這個地圖上面 可以看到老底加是在 比較南方的這個位置 那在今天的這個地理位置呢 他就是在 現在的土耳其 這個地方 是在土耳其的西南方 土耳其的西南方 讓我們知道了這個地理位置 那當然呢 我們現在 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辦法看到 當初老底加的這個原始的樣貌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所看到的 只有他的舊職的一些遺跡的存在 雖然這個外體這個 外觀上面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當時的一個原貌 但是呢 主耶穌透過約翰寫給老底加教會的這封書信 裡面有很多主耶穌對信徒的提醒 以及期待 以及應許 從這個當中 相信也是主耶穌留給我們的 許多的提醒 所以今天藉由早上我們安息日的聚會 我們一起來查考 主耶穌寫給老底加教會的這封書信 有什麼樣的提醒 我們首先來看 主耶穌對老底加教會的第一個提醒 提醒的是他們 不能不熱的信仰 也就是溫水中的信仰 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我們來看启示錄的第3章 启示錄的第3章 我們一起來看第15節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能也不熱 我巴不得你過冷或熱 你既如溫水也不能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你口中把你吐出去 我們要了解主耶穌所說的這段話 我們必須回到老底加當時的地理背景 去了解當時他的一些地理的自然現象 我們才能了解主耶穌所說的這段話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意思 我們先來看當時的 在老底加這個地方 有一些地理位置 有一些自然的一個現象 在老底加的東北方 有一條溫泉 叫做西拉波利溫泉 他是在東北方的這個位置 他是往西流的 這個溫泉 對皮膚病 有一個 治療的效果 那在老底加的東南邊 有一條河流 那這條河流裡面的水 是冷水 他是在老底加的東南方 那他同時也是往西流 是這兩條的河流 同時往西流 流到 這個老底加 北邊的約大概 10公里左右的地方 也就是這兩條河流 會在老底加 北方 大概10公里處交匯 所以一條是熱水 一條是冷水 交匯在這個地方 所呈現的就是溫水 所以冷水加熱水 成為 不冷不熱的水 也就是溫水 當然這個溫水是沒有辦法喝的 因為他有非常濃厚的石灰質在裡面 那很多人喝了甚至會有嘔吐 身體不適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剛才說到這個溫泉這個熱水 他有治療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冷水 另外的一條河流冷水 他則可以當成一個 日常生活的飲用水 所以主耶穌藉由這樣的地理的一個現象 帶出一個 信仰的提醒 主耶穌這裡講說 你的行為不能也不熱 我們知道 熱水有治療皮膚的一個效果 冷水可以作為日常生活的用水 所以不能不熱的溫水 一點幫助都沒有 一點作用都沒有 反而會讓人身體不適 所以主耶穌這裡說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就是主耶穌說 我希望你的信仰 是對你有造就有幫助的 而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像溫水一樣 所以有人說 溫水 是一個中庸之道 當然這是我們現在對這個溫水 的一個理解 所以我們回到主耶穌當時所說的這個 透過老底家 地理背景的一個解說 我們可以知道主耶穌所帶出來的信息 是希望我們是冷水或熱水 也就是說我們的信仰要對我們的生命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追求一個沒有幫助的一個信仰 那這個溫水 它對 我們現在來說我們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對當時的人來講這個溫水是沒有一點作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理解 不能帶入聖經去解釋這段經文 不然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出入 所以溫水中的信仰指的是 不積極追求信仰 當然現在很多的信徒他會覺得我踩一個中庸之道 在信仰的追求上 我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熱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觀念來看這段經文 把它解釋為 積極的追求以及完全冷漠的看待信仰這件事情 但是主耶穌告訴我們的卻不是這樣子 所以信仰不是採取一個中庸之道 而是要極力的追求 主耶穌說我巴不得你 或冷或熱 就是你要積極的去追求信仰 讓信仰 能夠對你的靈命有幫助 這個溫水 可以治療病 讓你的信仰可以去 針對你生命的傷口 生命的破口 去做一個幫助 甚至提供我們靈命的需要 靈命的這個需要的水 所以我們要積極的去追求信仰 因為信仰對我們來講 是對我們靈命有幫助的 而不是採取一個中庸之道 有也好沒有也好 所以這段的主耶穌給老底嘉教會的提醒 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的重要 現在常常有人會在信仰的議題上面 有很大的一個衝突點 有人認為不要太過於在信仰上追求 採取一個中庸之道 但是什麼叫中庸之道呢 不積極追求 但也不願意放棄信仰 這樣的態度到後來 其實已經呈現了一種 不積極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樣的一個信仰 不是主耶穌所要我們去追求的 聖經也告訴我們 這個天國路難走 要進天國的這條路是艱難的 如果我們不積極追求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 條件可以進入天國呢 所以信仰沒有中庸之道 也沒有在溫水裡面的信仰 只有積極不斷的追求 讓信仰 去 幫助我們生命的缺口 生命的傷口 去治療我們的 這些破口 以及傷口 提供給我們裡面所需要的 一個重要的 一個生命的來源 這個是主耶穌 對老底嘉教會 在信仰上面的一個提醒 不要在 溫水當中 去 看待自己的信仰 因為這個溫水 一點幫助都沒有 也就是不積極去追求信仰 對生命 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這是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第一個提醒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第二個提醒 我們來看启示錄的第3章第17節 启示錄第3章第17節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憐貧窮 我們先看到這裡 主耶穌說 老底嘉教會認為自己是富足的 已經發了財 什麼都不缺 但是在 主耶穌的眼中 老底嘉教會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在主耶穌的眼中 他們是困苦的 是可憐的 是貧窮的 是一無所有的 貧窮 沒有辦法滿足 生活上 物質上的需要 所以 是需要人幫助的 但是老底嘉教會看自己 卻覺得自己不需要幫助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落差呢 我們也回到當時老底嘉的 一個生活的背景來看 主耶穌為什麼會藉由 這個可憐貧窮來做信仰上的提醒呢 這個背景是老底嘉 這座城市 是相當富有的一座城市 因為有三條非常大 而且非常重要的道路 交匯在老底嘉這個地方 所以呢 帶來的是經濟 商業上面的繁榮 所以造就了老底嘉這座城市呢 是非常的富足 非常的富有 所以老底嘉教會呢 因為在交通方面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也帶來的經濟的繁榮 所以老底嘉教會呢 他處在一個非常繁榮的一個城市當中 所以呢 這主耶穌講 你會認為 我是富足的 已經發了財 所以老底嘉 這座城市呢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 金融跟商業的中心 所以呢 主耶穌借由 這個城市的富裕繁榮 來提醒信仰上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生活上無語的時候 當我們在生活上是富足的時候 往往我們會覺得我們的信仰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有任何的 在患難中去尋求神幫助的 一個需要 覺得我們的生活很富足 我們可以靠著自己 來解決很多的問題 所以藉由 這個提醒 你們認為自己是富足的 其實你們的靈命 是貧窮的 是可憐的 因為你們認為 自己 可以用你們所擁有的 來解決 表面 所呈現的問題 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卻沒有意識到 你們的靈命 其實是缺乏的 是貧窮的 是可憐的 也就是在信仰上面呢 有很多的問題 是被忽略的 因為只看到 在眼前的 這些生活上 物質上的 世界上的 充足了 以此為滿足 所以不願意面對屬靈生命的一個殘缺 所以主耶穌常常 給人的提醒 就是 會讓人 在 貧困之中 去看見自己 生命的 破口 生命的需要 人往往會被 世上的 這個物質的滿足 來蒙蔽 會認為自己信仰是沒有問題的 主耶穌 提供了給老底嘉教會一個解決的方法 第18節 我勸你向我買火鍊的金子 叫你富足 主耶穌說要解決你們靈性貧困 困苦的這個方法 就是你們要向我買火鍊的金子 那顯然主耶穌所說的這個金子 並不是 我們物質的金子 因為老底嘉這個地方已經非常富足了 已經非常富有了 不缺這個物質上的這個金銀 那主耶穌所說的這個火鍊的金子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可以讓人在靈性上得到富足呢 其實這個買 買火鍊的金子這個買就是要付出代價 付出代價 我們知道要 打造出一條 非常純金的一個鍊子 需要經過 一個火鍊的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要經過不斷淬煉後 所生出來的一個信心 在這個信心 產生之前 我們需要有一個 被淬煉的一個 過程 那這個過程是 必須付出代價的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是辛苦的 我們來看彼得前書 我們來看彼得前書的第1章 彼得前書第1章 我們來看第7節 彼得前書第1章 來看第7節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 更顯寶貴 這裡指的是我們 被試驗過的信心 比 能壞的這個金子 更加的寶貴 所以提醒我們 子耶穌說的就是信心 那這個信心呢 必須被 不斷的淬煉之後 去除雜質之後 所生出來的這個信心 所以要 讓靈性能夠得到富足 必須有淬煉過後的信心 才能看到自己 靈性上面的一個缺乏 那這個淬煉的過程呢 我們就會看到我們 一個生命的本質 慢慢的把雜質去掉 那為什麼我們靈性上面會有很多的雜質呢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的人言 人情 以及我們所見的事情 這些都是雜質 會去影響 我們看到我們生命本質 的一個機會 所以外來的雜質越多 雜訊越多 我們的心就沒有辦法 去看到我們生命本質的需要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淬煉的過程 把這些雜質去掉 我們才能夠 慢慢的看見生命的本質 看到我們生命的一個需要 所以呢 去除雜質的過程 有一個功能就是知道生命的本質 知道我們生命的缺口 那知道生命的缺口這個過程 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以這幾項來說 在這個淬煉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可以思考 讓我們可以去反省 讓我們可以去面對 去改變 去看見神的恩典 當我們一次兩次三次在經歷 相同的一個痛苦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該去做一個思考 為什麼我都是在相同的事件上 一次兩次三次不斷的在這個事件上面受痛苦呢 我們當在這個當中去思考 然後去做一個反省 反省自己是不是在信仰上面 出現了缺口 出現了破口 從這個當中去思考去反省 然後去面對自己的缺口 然後願意去做改變 靠著神的幫助透過道理 我們願意去做改變 為什麼我會一直在同樣的一件事情上面 不斷的受苦呢 是主耶穌要提醒我什麼事情嗎 一旦我們有願意反省自省的這個過程 主耶穌會透過道理 透過神的話 透過聖靈的幫助 讓我們知道我們的問題所在 那接下來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我們要願意改變 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 知道我就是脾氣不好 知道我就是個性不好 知道我有什麼樣的缺口 什麼樣的破口 但是我不願意改變 知道道理的提醒 知道神話語 想要來改變我們 但是我不願意改變 所以這個改變這個動作這個過程 非常的重要 一旦願意改變 我們才能看見神的恩典 一旦願意踏出腳步 我們才能看到神的恩典的到來 所以透過反省 自省 去面對 願意做改變 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神的恩典 跟我們同在 我們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不斷的受苦 所以這個去除雜質的過程 雖然很痛苦 卻讓我們知道 生命的缺口在什麼地方 所以呢 淬煉過後的信心 是我們面對 屬林貧窮最好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慢慢的得以富足 也就是說呢 我們 去除掉生命的 破口 缺口的問題 我們在信仰上就是富足的 所以在馬太福音的第3章的11到12節 主耶穌也這樣子提醒我們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第3章 馬太福音第3章 馬太福音的第3章 我們來看第11節 馬太福音第3章第11節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他提血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道理的先鋒 施洗約翰 這樣子 為主耶穌 開這條 道路 做先鋒 約翰 他這樣子講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他說施洗的是一個悔改的洗禮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 也就是主耶穌 來到世上的真神 他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在他面前 我是不配的 連為 耶穌提 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聖靈 藉由主耶穌的保血洗去我們的罪 火洗 則是藉由 不斷的 生命的淬煉的過程當中 去去掉我們生命的雜質 讓我們 更顯出 信心的 一個純粹出來 所以我們 在世上的日子 雖然我們有經歷一些患難 但我們知道 這些都是 淬煉的過程 就是神要讓我們看到生命破口 一個重要的過程 所以主耶穌提醒老底嘉教會 要跟我買火煉的金子 就是要付出代價 在經過淬煉之後 能夠得到信心 在信仰上就得以付足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 所提出的第3個提醒 我們翻回來看启示錄 启示錄的第3章 启示錄的第3章 我們來看第17節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嗎 從瞎眼的 這裡提到 主耶穌看老底嘉教會 他們是瞎眼的 那我們先來看老底嘉 當時的一個 背景 那老底嘉這座城 它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 醫藥中心 我們剛才講的它是一個 富足的地方 商業經濟非常發達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 它也是一個相當大的醫藥中心 尤其這裡有一種眼藥粉 叫做福呂加眼藥粉 這個是從溫泉當中 所 拿出來的這個泥 把它曬乾之後 用 水混合之後 成為一種膏藥 那這種膏藥 有一種療效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消炎的一個作用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非常的 是非常有名的一種藥方 那主耶穌借由老底嘉這個地方 是一個醫藥中心 是一個有非常好一個療效的一個 要出產的一個地方 來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信仰危機 是他們 眼睛是瞎的 雖然你們在的這個城市 是一個醫藥中心 但是卻治療不了你們 這個瞎眼的這個狀況 雖然有很好的一個藥存在 但是卻治療不了你們靈性上的瞎眼 所以 在富足當中 人往往看不出一個人生真正的一個價值 他們制視著 醫藥發達 經濟發達 各方面發達 所以 很難去看到一個 人生真正的一個價值在什麼地方 所以 瞎眼的指的是心眼被蒙蔽 看不到神的果和神的意 追求的是人的果和人的意 那這個人的意呢 指的就是利益的意 藉由商業 藉由醫藥 帶來很多的富足 但是他們卻看不到自己 心靈 瞎眼的這個可憐的狀態 所以主耶穌怎麼跟他們講呢 我們來看第18節 第18節的 中間這個部分 用買眼藥 來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見 那主耶穌這裡所講的買眼藥呢 第一章 以福所書的第1章 我們來看第17節 以福所書的第1章 我們來看第17節 17節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將那四人智慧和啟示的零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祂的恩招 有何等的指望 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豐盛的荣耀 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要祈求天上的神 將 世人智慧和啟示的零賞賞給我們 主耶穌將聖靈四下給我們 就是為了讓我們 能夠得著生命的智慧 能夠明白主耶穌生命當中 所要啟示我們的 所以透過聖靈的帶領 聖靈的更新 可以讓我們的眼睛能夠 看見 這裡講能夠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一旦照明了眼睛能看見了 而不是在黑暗當中什麼都看不見 所以屬靈的眼藥 也就是有聖靈的幫助 聖靈的帶領 讓我們可以看見 這個黑暗當中 我們生命的 一個需要 所以一致心眼讓心眼能夠看見 這裡講 心眼看見可以看到 主耶穌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主耶穌所賞賜給我們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我們雖然信主了 但是我們呢 對 主耶穌的這個救恩呢 其實我們了解的非常有限 我們對主耶穌的能力也了解的非常的有限 在18節這裡告訴我們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寫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在相信耶穌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 神的作為 神的能力 在他的身上顯明 所以相信耶穌的人 有信心的人呢 能夠透過聖靈 讓 人看見神的能力 現在我們盟主耶穌賞賜聖靈 但是我們是不是 可以 去感受到 我們所 盼望的 將來的基業 以及神在我們身上所顯出神的能力 有何等的浩大呢 透過聖靈的更新 聖靈的帶領 去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 讓我們可以看見屬靈的 奧秘 屬靈的奧秘包括神的救恩 神救恩的計劃安排 以及我們怎麼樣來走這條信仰的道路 所以心靈不要瞎眼 不要被蒙蔽 而是 跟主耶穌買這個眼藥 打開心靈的眼睛 藉由聖靈的帶領 像是我們早上的禁食禱告 聖靈在聖靈的帶領之下 可以讓我們 去看見自己 心靈的狀態 打開我們的眼睛 知道這個救恩對我們來講 是我們所期待的 我們所珍惜的 這是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 第三個提醒 不要當一個心靈瞎眼的人 而是要藉由聖靈的幫助 打開心靈的眼睛 去看見神的救恩 神的帶領 去看重信仰上面的一個追求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第四個提醒 翻回來看啟示錄的第三章 我們來看主耶穌對老底嘉教會的第四個提醒 我們來看第17節 启示錄第3章第17節 我們來看最後的三個字 最後三個字是赤身的 赤身的 主耶穌提醒老底嘉教會 你們是赤身是羞恥的 是沒有穿衣服的 是羞恥的 在行為上面 是躺開的 讓人看見你們的羞恥 那我們也 一樣先來看 當時老底嘉 這個地方的一個背景 那老底嘉城 它是一個製衣業的中心 那許多的人 在這裡會飼養一種 長毛的黑羊 所以這個地方出產這個黑羊毛 那這個黑羊毛拿來 做這個衣服 那他可以做出一個物美價廉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成衣 一個外衣 所以他這裡成為一個很大的一個製衣業的中心 這是因為這裡有身材一種 黑羊毛 所以帶來這個製衣方面的一個收入 所以主耶穌藉由 這個背景 也就是當時他們是一個製衣業的中心 來提醒他們信仰上面的一個事情 就是他們在 行為上面是赤身羞恥的 是沒有衣服遮蔽的 也就是你靈性屬靈的行為方面 你是 沒有穿衣服的 你是看見你的羞恥的 那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來看第18節的 中間這個部分 18節中間這個部分 又買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也 我們讀到這裡 面對呢 這個屬靈行為上面的赤身羞恥 主耶穌怎麼樣 提供給他們方法呢 說你們要跟我買白衣來穿上 叫你們的羞恥不露出來 這個白衣呢 當然也值得 我們 受洗之後 我們的罪除去 主耶穌為我們 穿上了一件屬靈的白衣 那更重要的是受洗之後 我們要穿上的另外一件白衣 就是要讓行為更新 穿上新人 我們來看以弗所書的第4章 以弗所書的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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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第22節 以弗所書第4章第22節 22節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這舊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漸漸敗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新智改喚一新 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照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節 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要脫去從前的行為 上的舊人 就像脫衣服一樣 把從前舊的行為把它脫掉 改穿上 一件新的衣服 這件新的衣服 就是像 穿上新人 也就是有一個新的作為 把從前不好的舊行為拿掉 穿上 有聖靈帶領 讓我們的新智改喚過後的這件新衣 就是讓我們有一個聖節的心思以及行為 穿上白衣之後 穿上主耶穌所示的這個 聖靈更新的衣服之後 我們就不再像以前一樣 過著舊人的生活 有舊的思維 舊的行為 而是有一個 全新 聖節 的一個新智 以及行為的一個改變 所以 老底加教會雖然是有名的 老底加成雖然是有名的 治醫業中心 但是在行為上面 老底加教會的信徒是赤身修辭的 所以主耶穌提醒他們 你們在行為上面要分心 不要過著舊人的一個生活 舊人的行為 把過去不好的 通通把它脫掉 把它改掉 那怎麼樣可以脫掉呢 就藉由 這個聖靈的更新 聖靈的更新 藉由道理 的更新 讓我們的心思可以改變 讓我們的行為可以改變 這個就是穿上 主耶穌 所給他們的這件衣服 那以上我們所講的 就是主耶穌對老底加教會的 四個提醒 在信仰上 不要不冷不熱 主耶穌說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你就是要冷 你就是要熱 就是要成為一個有用的 信仰要對你的生命有幫助的 溫水 對老底加這個地方來講 溫水是對身體有害的沒有幫助的 所以你要成為冷水成為熱水 就是要積極的追求信仰 不要在這個當中 去變成溫水 變成沒有作用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提醒老底加教會呢 他們是困苦可憐的 所以 要跟主耶穌買這個火鍊的金子 就是要有一個 淬煉過後的一個信心 可以讓他們知道自己生命的破口在什麼地方 這個淬煉過後的一個信心 讓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的本質以及需要 接下來就是 知道自己靈性是瞎眼的 因為外在的富足 讓他們自以為信仰沒有問題 其實靈性是缺乏的 是瞎眼的 所以主耶穌說要買眼藥 透過聖靈的更新 讓我們的心靈的眼睛被打開 心靈的眼睛被打開 最後就是講到 不要當一個靈性 赤身羞恥的 沒有穿衣服的 我們在主耶穌裡面 我們要立志更新 把過去不好的行為 像脫去舊衣服一樣 把它統統脫掉 穿上一件新的 就是由聖靈帶領 真理的教導 所穿上的這一件 真理的新衣服 那從這四點的提醒 我們可以看到主耶穌對 老底加教會 的提醒以及期許 也是主耶穌對我們的提醒 以及期許 在這個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神的愛 我們來看第19節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所以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這裡 主耶穌這樣子講 因為我疼愛 我就責備管教 對你們 所提出的 這個 靈性上面 信仰上面的問題 責備你們是因為 我非常的愛你們 所以在責備裡面看到神 的急切的心 也看到了神對教會的愛 也讓人看到了自己的盲點 神最大的懲罰是什麼 在荷西亞書那個地方告訴我們 就是任憑他吧 神對人最大的懲罰就是 任憑人 視義妄為 不再理睬他了 這個是神最大的一個懲罰 所以今天神願意管教我們責備我們 因為祂愛我們 祂知道我們 在有些行為上面需要做修正 修正之後呢 我們才有資格進到天國 所以祂非常的急切 所以 出於責備 出於提醒 但是如果 連神都放棄了 不願意理睬了 那這一個人將來 完全就沒有機會進到天國 所以呢 有時候生活上的 非常順順你會覺得 好像不來教會也不會怎麼樣 不聽道理也不會怎麼樣 不禱告也不會怎麼樣 哇好像 我活得也很自在 但是 我們想想 如果一路順遂下去 這個就是神最大的處罰 因為一路順遂下去會到什麼地方呢 不是到永生的天國 而是永行的地獄去了 所以當我們 非常順遂平安的時候 我們倒是要 開始擔心了 這個是神最大的處罰 就是任憑你們自己吧 接下來 我們看20節 看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祂那裡去 我與祂 祂與我一同作息 這裡講到神在叩門 也就是神的提醒 叩門的聲音 我們都聽得見 但是願不願意開門呢 叩門是提醒 怎麼樣的提醒呢 像是我們 祷告的時候 聖靈會提醒我們 我們在行為上 心思上 有什麼需要做修正的地方 這個就是神在叩門 神在提醒 有時候透過祷告 聖靈的提醒 有時候神的提醒會透過道理 會透過我們在看聖經的過程當中 給我們叩門 給我們提醒 所以聽到神的叩門聲 也就是在禱告當中聖靈的提醒 在道理當中神話語的提醒 我們都應該 要去開門 不要不開門 不要聽見 裝作沒聽見 我們要去開門 一開門主耶穌說 願意開門的 我要進到祂那裡去 我與祂 祂與我一同作息 你看主耶穌講的這句話 我與祂 祂與我 主耶穌強調的是 祂與我們之間 一種很親密的關係 我就要進到你的門裡面去 我就要進到你的心門裡面去 就是主耶穌跟我們一同作息 我們想想看 這段時間 我們很常跟家人一同吃飯 我們在意的不是餐桌上面的 是什麼樣的食物 而是可以跟家人一起共享的那個美好的時光 在我們的心裡裡面 如果主耶穌願意 我們一同作息 我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的生命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就算有問題 我們就在餐桌上面 問問主耶穌 主耶穌啊我該怎麼辦呢 主耶穌一定會回答 就像在餐桌上面一樣聊天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用煩惱 你有問題直接提出來 主耶穌一定回應 主耶穌一定回應 所以願意開門的人 所以願意開門的人 由主耶穌一同作息 就是你的問題 主耶穌一定回應 一定為你帶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們來看第21節 得勝的我要是他在我的寶座上與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的父的寶座上與他同作一樣 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願意開門 聽到神的提醒 神的叩門願意開門的話 將來我們要跟神 在寶座上一起同作 一起同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同掌王權 同掌王權 一樣起訴入座的地方 也告訴我們 我們將來要同基督 一同作王 所以我們將來身份跟基督一同作王 主耶穌也在這裡應許我們 願意開門的 將來我們就一起同掌王權 一起同作王位 這是主耶穌給老底嘉教會的一個應許 願意做改變的 願意正視信仰上面問題的 將來得到的應許 就是和我同掌王權 當然這也是主耶穌給我們的提醒以及應許 我們一起來努力 求主耶穌帶領我們 我們一起來唱詩